好 那我們現在時間就來到八點了 那麼歡迎我們的小宇學長 歡迎 我們先請學長來一首錦磚的校歌 我不太會唱 不太會唱 大家好 我是今年四十一期當畢業 然後教授班第四名 等一下我主要會看旁邊的畫面 因為比較大 那我們就開始吧 所以應該說不是 喂 有聽到嗎 好 這大家有聽到 好 那因為剛剛麥克風沒開 一定是要故意把麥克風關掉 不讓我講話 好 剛剛麥克風沒開 所以我再說一次 就是我是 我是今年四十一期行政專畢業 然後教授班第四名 對 然後 我們就開始吧 欸 主要來說不是什麼 其實也不是什麼生存之道 比較像是經驗分享 對 因為 就只是過來人的經驗而已 好 至少沒有反應 安心 然後 下 好 下 主要的主要的主要是 從預備教育開始 然後第二個會教你們 怎麼心情調適 第三個就是 簡單的生活規範 第四個是 我們的學科跟術科 這個是這一次的日程表 大家應該大概過目一下 反正 跟你們提醒的是 日期很重要 因為 四十期的時候 我就是那個 空訊報道 其實我沒有記 所以 因為我本來應該是四十期 要入學 但是 就是 那時候有個集 所以 就晚了一點 所以 對 所以 所以那個日子很重要 剛好差一天 你知道嗎 這就是 祕密 好 19號 對 19號 好 這個 後面跟你們講 就跟你們說 這些主要的主軸 一個就是 心情調適 看到有沒有 這一個比較大 好 好 第一個是那個 心情調適 然後 第二個 主要是 避非教育就分三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 心情調適 第二個是 體能訓練 那第三個是 我們的生活法則 也就是 生活規範的問題 然後 第一個 心情調適的想法 就是 想要 想法要改變 當有放棄的念頭 直接要告訴自己 別人還在努力 那 自己也能做到 那其實 避非教育是真的蠻痛苦的 就是 不是一般人在過的 正常的不會過那種生活 不會有人隨便在路上 叫你趴下 也不會隨便 可能 叫你在太陽下 站個一兩個小時 不可能 一般人不會這樣做 那 當初我在避非教育的時候 其實 我也有很想放棄的時候 每一天都想著 看好像要回家 這樣 那 主要 能撐下去的念頭 是 你的臨兵 臨兵很重要 因為我臨兵蠻好相處 就是 那時候班上的隊 也好相處 那剛好我是在 四十一席儀隊 那儀隊 就是我們的儀隊 也就是 全景專最硬的隊 那剛好我們有 全景專最精實的區域長 就是趙徐 所以 以預備教育來說 我們隊可以算是 前幾零是很累的那種 所以那時候其實你要放棄 那時候 可能手沒有貼好 那時候預備教育的時候 在軍訓課會叫你們 立正 然後立正的時候 手要貼緊 那時候就是 他會去撥你的手 就是那個沒貼緊的那一個 所以 蠻痛苦的 那再來第二個就是試育 接受現況堅定選擇 就是 你們 既然已經進去緊專了 代表你們 有了那個運場券 也就是完成你們當初 自己想要的目標 那過程很痛苦沒錯 但是 我認為是學會成長 畢竟大家都是高中生 或者是 大一大二 還有些人可能年紀更大 也不一定 但是都是一個新的環境 新的生活 所以你要學會 接受現況堅定選擇 對 那再來就是接受 就是 去接受這樣的生活 畢竟 你未來 可能兩年都會過這樣的 很封閉很封閉的生活 那 不如就早點接受 早點試育 好 那心情調適 在預備教育大概就是這樣 那如果你無法調適 你被退訓的話 或者是你自願退訓的話 第一個 你可能會 回歸 大學生活 你要去重考 然後去想你 未來 到底要怎麼辦 要你怎樣在大學 然後 第二個就是人生規劃 你要重新思考 我今天不做警察的話 那我未來還想要做什麼 Maybe 其他的行業 可能是 去營收業服務業之類的 去找你的第二興趣 對 然後 再來就是體能訓練 體能訓練他 以緊鑽的強 以我們一隊的 體能訓練來說 我認為 強度算大 那 第一個會有過渡期 其實我那時候 剛入校的時候 不瘦 應該說算胖 其實你 70級 快要80公斤 這樣子 那 你叫我 叫我去跑步 叫我去做 什麼 塔巴塔 叫我深蹲 其實對我來說 蠻困難的 因為 第一個我很不喜歡運動 甚至我討厭運動 所以 我很少在活動 所以 你叫我去做 那些高強度的運動 對我來說 很困難 那 我的過渡期 就是 你要一直堅持去跟上 跟上別人的腳步 跟上別人的 那個步伐 那再來就適應 每一天都有體能訓練 因為 要及時回答 好 好 這邊講完 等一下就及時回答 那 適應的意思 就是 因為 每天早上都有成超 就是 除了禮拜一 大掃除 然後跟禮拜五的升級 除外的話 基本上 每天都要成超 那就代表著 你每天早上 五六點起床 你就要開始運動 這就是一個習慣 那再來就是 融入 你要將這個體能訓練 融入你的生活 像現在 畢業之後 我 自己還會去 去重訓 去跑步之類的 雖然頻率比較高 但是我還是會做 對 像我們主任 其實說他每天早上 都會去跑步 所以主任 現在這個 比較有年紀的時候 還是養成了一個 運動的習慣 就是把 運動 融入你的生活 好 那我們 好 體能訓練有什麼 基本上 早上的話 會做一點簡單的 比如說 跑步 然後 還有什麼 還有塔巴塔 或者是 浮力挺身 我浮力挺身 都是50個起跳 對 然後開合跳 開合跳是100個 是積奔的 對 然後 還會有什麼 深蹲 深蹲比較少 還有波比跳 那你說是不是每天都要跑三千的話 看你在哪一隊吧 基本上 我們一隊是2000起跳 2000是正常的 那 入校還會不會養BMI 不會 特考很難嗎 等一下 我跟那個 吉特學姐都可以回答你一下 這個 因為我們是不同領域 但是都是考特考 所以可以回答你 這個問題 那 浮力挺身做不下去怎麼辦 你進去一定做下去 一定會 一定會堅持讓你做下去 好 2000等於五圈 對差不多 差不多五圈 可能會超過 這P站就2300 2600 差不多 這很正常的 然後 不賣提庫怎麼辦 這個問題 我放在後面好了 因為後面會有學科問題 那 好 差不多 那我就繼續往下 警大會鄙視警專 看人吧 有些人 可能他的那個品德不是很好 就是這樣 歧視別人 我一直覺得 我一直覺得沒什麼好歧視的 就跟有些人說 什麼年特班會歧視 鄭齊班 鄭齊班會歧視 年特班是一樣 但我覺得是他個人素質很差 那個跟那個 沒有什麼關係 好 請問 機車駕照 比試過了 但入考沒過 可以 可以進來 但是你進來就是要重考 對 因為你入考沒過 就是等於沒過 那你進來之後 你就是重考 那你沒有去機車駕照的話 入學會 會要求你 一定要考 那學校會輔導你 對 那 不用失望你多會開車 而且學校教你 就 自己賣了 自己還是要 要練習 要學會 好 那我先繼續 就是回到我們剛剛的 體能的部分 體能適應 的話 就是像剛剛同學問到 會不會每天跑三千 那三千是基本 你 警專 警特 其實 高壓車三千 對兩邊來說很重要 那現在三千雖然不會退學 但是 你 會被延遞 對 我們今年有不少人 因為三千對延遞 就是三千跑步 所以 基本上 你體能要自己加強 因為 我其實也不擅長跑步 但是我到最後 可以練到三千 跑十五分 多一點 雖然也是沒幾個 因為十五分才幾個 但是 四五分多一點 大概五十幾分就會過 對 三千是十五分鐘 對 目前還沒改 我聽說也要改 但是 目前不曉得 好 欸 好 那 有些問題 我們等一下再回答 好 那基本神操 剛剛有介紹過 就是塔巴塔 跑步 飛行升 開合跳 波比跳 深蹲等 這些都是基本的 那 會不會加什麼 其他的 那就看 你的學長 或者是 你的區略長 有沒有學到 什麼 對體能有關的 像我們一隊 二隊的區略長 都是體能很強的 所以 因為你在一二隊的話 恭喜你 體能會很好 對 好 那再來就是 這張照片是 預備教育的時候的照片 那大家可以看到 下個大雨 我們還是一樣照常在操練 就是 這好像是我們那一期 對 那前面站的那一位是 前總隊長 是 林一正林總 對 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那 生活法則部分 基本上 在警專我們很重視你 那個 你自己對職官的名字要背 那是要跟你相處 兩年的人 那兩先生以上的長官 跟柯主任的姓名 還有職稱也要背 那是基本的 這是一個禮貌 那人也要看清楚 因為 之前 不是預教 是平常的時候 平常的時候也是 我們隊有一個人看著大隊長 然後他跟他說長官好 那那個晚上 我們的手被練得很強壯 對 我們趴了大概三四分鐘吧 對 然後 餐廳裡 對 我們緊張 吃飯也要跟人家不一樣 就是 你有當過兵的可能會知道 那沒當過兵的人 就是現在大概介紹一下 碗筷擺放的位置要記 然後 最左邊是盤子 然後再來是 往右是碗 然後最右邊是筷子 那筷子呢 要跟你的桌圓貼起 對 那不能掉下去 那他們很喜歡玩一個遊戲 就是 把筷子插在你的手上 你掉下去就是 對 對 對 我那時候很強 我那時候可以夾的 就是夾的都歸掉 就是我第一次好的 那 以碗就口 筷子要拿好 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很多人會很常掉筷子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 那 製板凳不出聲音 要輕拿輕放 對 這個也是基本的 畢竟餐廳真的太吵 那 再來就是生活規範的部分 內務擺放定位 這個 我們官網上面有 那我們都要打上去 幫他們打好 有空可以去 那個 閱覽一下 那 制服要整齊 儀太 儀容要乾淨 對 就是儀太的意思就是 你整個人要 暫停 站好 那儀容的部分就是 你的臉 鬍子要刮 然後 指甲要剪 這個都會檢查 那制服要整齊就是 每一週 都會燙制服 尤其是軍訓課的時候 軍訓課的標準就是 制服你的背部是要整趟整齊的 你不能 有皺褶 那 區二長一定會檢查 尤其是醫隊 醫隊一定會檢查你的制服 所以 制服整齊是基本的 好 那 為什麼會出現筷子 那基本上 可能大家剛入學 不太了解 或者是 有些可能不是剛入學 那 這邊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的階級跟職務介紹 那現在大家看到 最上面一線三星 那一線三顆星就是 基層員警 然後跟我們的警衛隊的隊員 有一位學長 36級 全校第一名 那他那時候開區 就開警專 他就選警專警衛隊 對 那再來 在學校的話 一線四星 在外勤的話 叫尋佐 尋佐的職位 那在學校的話 可以叫警衛隊隊員 那 你的事務員 也是一線四星 還有一個是 教育班長 教育班長 你們可能遇不太高 對 那這個職位 就是一線四星的職位 那再來就是 最基本會跟你們相處兩年的兩線一星 是你們區隊長 對 區隊長 就是你們最能 最直接接觸到的長官 那兩線兩星的話 會是 學校的隊長 跟訓導 所以這個 基本上兩線一 兩線二的名字 都要記清楚 自己的隊長 自己的區隊長 看到就問好一下 嘴巴甜一點 那將來 做事會比較速碎一點 那兩線三星 就是 兩線三以上的長官 那看到兩線三星的話 一定要叫出他的指稱 比如說副大隊長 那就要看到他 就要跟說副大隊長好 那 第一大隊的副大隊長名字 是 陳正龍 那第二大隊的副大 隊長名字是張立 對 那大家可以稍微記一下 這個 入校一定要記得 對 那人令 也大概可以 認識一下 那兩線四星的話 就是大隊長級 對 看到的話 也是跟他說大隊長好 那 我個人認為兩位大隊長都 蠻親切的 可以 多多跟他們 就是 問好之類的 他們都會笑著回答 那 第一大隊的大隊長 名字是 張慧季 那名字有沒有打錯 是不是正確的 我們才知道 就那個字是不是正確的 我們才知道 但是 音一定正確啦 對 那就是張慧季 那二大的話叫 楊立娟楊大隊長 對 那三線一星就是我們的總隊長 就是副總隊長 也就是大家剛剛看到的上任的林總 那現任叫 湯貴芬 湯總隊長 那副總的話叫鄭維新 對 那如果想知道他們長怎樣的話 可以去 那個 可以去官網看 那如果你是聯盟的話 你叫長官好的話 你會完蛋 對 是真的你會完蛋 不要不要 你不管再怎麼聯盟 你看到他的心心 你至少知道他是什麼 你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但你知道他的階級 也就是兩線三 他們會穿制服 你看 你會看到的話 可能兩線三星 兩線四星的話 職稱至少把他叫出來 你跟他叫名字啊 不要說什麼 張立美 副大隊長好 這個太長了 又不是嗆饒舌的 看到他要跟他說 副大隊長好 大隊長好 總隊長好 大概問好 是禮貌 那現在沒有教育長 三線 現在我們三線二星 就是在學校是教育長級 那 現任的教育長已經被 調到高雄還當局長 還是副局長 副局長 被調到高雄還當副局長 所以我們現在沒有教育長 那 我後會不會補 我不曉得 所以你們要記一下 新的教育長的名字 那 再來就是竹蜜 我們竹蜜叫許彥輝 對 他的課蠻好笑的 大家可以去選他的英文課 那湯總也是教英文的 然後 三線三星 就是我們的方校長 方雅妮 那三線四星是 現任署長張榮信 大家可以 記一下 好 那 那 封網要哪裏 看面目諮詢 我記得我好像有發上去 大家可以再閱覽一下 那如果 沒有的話 可以跟 47老師要 我們可以給47老師 那 玉教要不要帶玉斗 這個問題 我建議要啦 要 掛燙可以帶 掛燙好用 因為我有遲報的制服燙壞了 因為 學校那個鐵的真的很難用 那 警察校長 警察校長是三線四星 跟署長是同級 只是他們 記憶不一樣 署長是特階 那 那個 校長就是 一階吧 那樣是 對 獨立挺身 不用很標準啦 我有一個同學超瘦 然後他做的 也不在幹嘛 那也是 也是一個 穿自己 定制的 免燙自己 可以啊 可以 但是免燙不代表他真的免燙喔 免燙是說 你不用很用力的燙 但是 基本上還是要燙 不是說他叫免燙自己 你就不用燙 這個大家要理解一下 那這個是 預備教育 他主要的那個 一些畫面 就是 就是我的 左邊 左下角是 裕教驗收的畫面 那 右上是 餐廳字版正式的畫面 那 右下是女生隊 對 女生可以參考一下 你是反的嗎 對 好 好 那我講反的 好 右邊 右上 當然應該可以理解 就像國珍旁邊做的美女 就想顛倒 沒有 沒有 好 沒關係 那 結語就是 也是給大家鼓勵 畢竟19號就要去裕教 那 裕教一定很辛苦 那 對 那不是一般人會經歷的事情 對 但是你之後想起來 就覺得其實大家滿白癡的 對 那時候裕教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那時候說要考名字 但是我這個人很不會記名字 所以 我那時候跟我移民講話的時候 我都看著他的名牌 跟他講話 我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所以他有那個名牌 我就一直看著他的名牌 然後會說 其實我沒有在聽 然後我一直在看他的名字 對 那 雖然不容易 但是經歷過去 他是一個很特別的回憶 也是成長進步的象徵 對 也是會變得很瘦 好 那剛剛 學姐有整理一些問題 我看一下現在可以回答的 一個基數幾下 基本上 我們那時候是十下 那你們現在好像 聽說是兩下 我不知道 不太清楚 這個是區學長 他們 他們的規定為主 那 我不是 我是18歲 就是考警專 那我入校的時候是19歲 因為我玩一年 只有剛剛有跟大家解釋 欸 這一次選擇拿多少分 你這個問的問題是特考還是 還是 我這個是問選擇題的這一題的 麻煩 可能要問一下是 特考的問題 還是我當初的 考競爭的分數 那 入武訓證書 比特考 不行喔 你那個 入武訓證書是什麼東西 是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已經當過兵了 你就不用再當兵了 然後 基本上 緊張畢業後 要去當兵 是什麼都不能提的 因為我們只有心訓而已 對 就像我剛剛當完兵頭髮 沒有長出來 所以我現在戴著帽子 那提過問題 等一下要回答你 那 好 請示一個人 好 我先看一下 好 我現在先 預備教育的部分 我們就先到這邊結束 就做一個小提議 那我先回答一下 大家有關禮教的問題 不是不可能每個人都帶掛上機 所以掛上機其實大家一起用會跳電 所以 基本上看你不要當好人 大概有一台分給同學用就好 欸 學長頭髮其實三分頭可以嗎 標準是三分頭 但是我那時候是全部你光 對 你這樣可以好幾個月不用剪頭髮 那請示是 如果住三名樓的話 12個人一間 那如果是住大禮堂下面的話 50個人一間 對 50個人它是大通地 對 50個人一間 還有冷氣 對 因為那邊太熱 那邊沒辦法裝電浮晒 那不用掛蚊帳 不是當兵 講到掛蚊帳 我那時候去成功也很痛苦 因為我不會折蚊帳 在緊張不會用蚊帳 所以你去到成功 你會覺得很不適應 名牌沒辦法碰到地板怎麼辦 不會怎麼辦 有做就好 不會那麼嚴格去拼蚊 但是不要摸魚 對 在緊張最討厭摸魚的人 不要摸魚 也不要摸同學魚 對 那 剃寸頭絕對不行 真的絕對不行 不要鬧 你剃寸頭會很慘 對 不要為了耍摔剃寸頭 上腹好 下腹好 下腹則讚 特考的選擇題 我這次特考選擇題 274分 對 滿分 滿分 360 我選擇題 274 對 特考班是不是有冷氣稱 是的 特考班 基本上我聽他們說 一天好像要兩個小時 現在浴教也有冷氣 但是你們能不能吹 我不曉得 對 聽你們的教育班 實習班長跟我講的 那 入學考年生病 對 對 好我回答了 然後小丁摩扇的話 浴教不要帶 帶的很麻煩 我完全沒吹過 去緊張還是去當兵 對 緊張是替代理 對 我是 剛當完替代理 對 所以現在還在帽子 浴教不可以買服務色 對 對 那個 浴教的時候提醒他 要不要帶禮食 不能吃 你可以帶那個 小糖果 小餅乾 就是真的很小的那種 但是你不要帶那種什麼 波哈 就是在那邊吃 你就電到瘋掉 對 然後 對 女生的話可能 有什麼帶娃娃的習慣 也不是只有女生 男生也是 男生女生可能睡覺習慣帶娃娃 不要帶 真的不要帶 你真的去夏立民的 就是 浴教的話大家還是嚴肅一點 雖然 可能 高見的老師跟你說 沒有那麼累 但是 你真正當下經歷一下的話 很累 真的很累 嚴肅一點比較好 可以帶自己的枕頭 但是你要符合學校的規格 枕頭套我的話 要套得進去就可以 但是 不要太小 太小不行 太小了不行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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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電話上會很麻煩 欸 小的8吋的話 基本上 你要拿出來 但是你還要收啊 我沒有那麼多時間讓你收啊 而且 小的你不可能睡一整晚 還是一樣很熱 而我是建立不要 因為我那時候沒有用 洗衣服要怎麼洗 洗衣服只能用手洗喔 只能用手洗 會給你臉噴 但是只能用手洗 欸 一直都會檢查內霧 我到二年級下學期的時候 還在被檢查內霧 對 但是不會那麼硬啊 就是 基本上 內霧 把它放好就好 會有不合一的制度嗎 會啊很多啊 非常多 對啊 大家 大家不會去下立飲啊 對 還是要記得這一點 大家不會去下立飲 那 浴教 浴教可以用脫水機啊 你不用脫水機 你要怎麼把衣服脫乾啊 會臭掉欸 衣服 我們有曬衣場 然後洗澡時間是 九點到十點 有一個小時 對 背學會完背嗎 基本上看大家的 的造化啦 抗壓能力 我們那時候背是背到兩百多 那 好 五三六日是放假的嘛 對是放假的 然後 洗衣服時間跟洗澡時間是一起的 是一起的 所以你 我晚上還會讀書嗎 快考試的時候我就會讀書 不會考試的時候我就不會讀書 但是我快考試的時候 所以我六日都會讀書 對 洗完澡 基本上預備教育不會有晚自行 對 那 之後開學之後會有晚自行 那 開學之後的洗澡時間是 七點半到八點半 嗯 六點半到七點半 六點半到七點半 那會有晚點 那時間的話 還是一個對決定 對 洗澡是有隔間的嗎 有啊 但是隔間通常都搶不到 好 你們進去之後就是習慣洗那個 大澡堂了 反正你有了 他也有啦 這個不重要 好 那我先 先繼續 平板可以帶進去上課 可以 但是要經過老師同意 對 要經過老師同意 基本上在幾天上課要很尊重老師 對 因為每個老師 不是警官退休的 就是檢察官 不然就是律師 所以 不然就是法官 所以 都是一關啊 要很尊重你的老師 那 心情調適 在這裡 兩年的心情調適 第一個 你要克服 不能出效的規範 因為 現在也沒有辦法定外送 那 教大家怎麼倒數日子 我那時候倒數是 還有睡幾個晚上就可以走了 就可以放假了 老師這樣倒數了 不然你可以算還要幾餐 算還要幾餐會比較快 開學之後日子會過比較快 所以 就不會那麼痛苦 那和同優要良好的相處 對 你可以找一些 和你比較 那個叫什麼 信念比較相同的人跟你相處 那會比較愉快一點 那再來就是轉念 你要想 兩年後你是 那個 紅地章了 這就不是藍地章 就是可以往一個夢想情境 那可以去動K 那就是剛當網賓的 還要問這問題 動K就是 那個 在裡面的那個OK 就叫動K 好 那 我們有家屬接待中心 有古力車 那就是 可以去的地方 那再來就是堅持自己的選擇 比如說 想像你當初為什麼要進入集裝 為什麼要靠警察 那 可能很多人會說 為了錢 那也有些人真的是很想要當主察 都為了自己的夢想 那都有 就是 當一想放棄的時候 可以想想自己入校的原因 那 每個月1號 都能引前的愉悅 對 很快樂 好 這個 好 打辦過誰班 沒有這個班呢 還當 剛剛當網賓的 Main喔 學長入學考證須率 106名 對 然後 必備教育你多少錢 16790塊 對 幫你們尾書的小號 學長聽說會被同學統 會被同學統是正常的 但是你做好自己就沒事了 我連著兩年都沒被統過 那個沒什麼的 那 再來講的是 生活規範 疑太跟內部 對 對 很貌的問題 那 疑太訓練就是 基本上一年級 你練同學練很多嗎 這我不能回答你啊 這個 這個回答你 不太好 對 當然 自己去職位啦 對 然後 好 基本上每個 一年級的話 每個禮拜都有繼續一課 那繼續一課兩個小時 對 然後 每週都會檢查你的服務 所以每週都要燙日服 那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建議你們有掛燙 因為 用傳統式的 比較容易燙要破掉 那如果是免燙的 更容易破掉 那 鬍子跟指甲都要剪 都要刮 對 每週都會檢查 內務的話 以一對為主 也為利的話 只要你一離開請示 你的內務沒有到定位 就是會被扣分 對 人 內務櫃不會打開啊 那個是你的私人儀式 不會有人去打開 也不會翻你書包啊 對 就是 在緊張也是注重儀式 但是 我們外在看到的 都會正常 然後 禮貌的問題 你看到有階級的要問好 那看到學長姐 有禮貌一點 比較好 那 有沒有問好 是其次啊 其實我不是很care 但是 畢竟大家出來就是幾層 我沒有很care 但是如果看到學長學姐 盡量問個好 會比較好 基本人 畢竟大家還是 還是學弟 學妹之類的 那 可能會認識一些學長學姐 那有禮貌一點 他們比較願意幫助你 對 好 那再來講學科的部分 那學科的部分 就跟特考一起講好了 第一個 上課認真體育長 要學會抓重點 那抓重點的意思 相信大家應該聽得出來 就是你要懂得 老師會說他要考什麼東西啊 你自己要 去聽得出來 老師在講什麼 但如果聽不懂 就真的沒辦法了 那適應新的領域 因為 基本上這項目都是讀法 什麼什麼法 什麼什麼東西 一個法規 法規概要之類的 那 那 法學 對大家來說 這是一個新東西 你要學會怎麼去讀 那我本身是 比較會背 所以對我來說是還好 那對 不能怠惰 不要因為 怠惰又不讀書 你背法條 你不背法條的話 你 測考就蠻痛苦的 因為 所以 就是寫生命都會用到法條 但再來就是 選擇題 會考法條 所以 基本上背法條是基本的 像警示法 678 1920 那個都基本的 然後 那是什麼 警察法第三條 因為把它背起來 啊 情務條例 11條 之類的 直接都把它背一背 會比較好 那 檢視弱點 尋求幫助 就是學課的部分 你如果真的覺得 你讀得很吃力的話 我建議 補習是可以啦 補習是很有幫助的 對 那 特考的部分 也學課的部分 主要還是有一些 可能關於 升論題的寫作 因為在警專 看老師 你遇到的老師 他不一定會教你 所以 升論題的部分 可能 警專的人 不見得會那麼強 那 警特的人 可能會比較強 學姐 你知道 好 好 待會再收好 所以 升論的部分 就是好好學習 要怎麼寫 因為 他 可以說很好拿分 你可以 變成不好拿分 這個 很難講 但是如果你寫得好 一定可以拿到高分 那 術科的部分 基本上學的是 柔道 體能 逮捕術 跟射擊 那 柔道的話 基本上 大家學的基礎 可能是 護身倒法 然後 前回轉 大外哥 大尼哥 然後 無腰 過肩酸之類的 然後 所以 柔道這個東西 很累 其實真的很累 而且學了兩年 但是 警大學學四年 他們更累 那 兩年的話 羅道課 認真講 我覺得每一堂都很累 我也很不喜歡羅道 但是 還是要認真學習 因為這個是將來大家的實戰技能 對 然後 體能的話 基本上 重頭戲就在3000公尺 就像我剛剛說的 有些人 因為3000公尺 沒過 那再來就是游泳 不會游泳的 現在 現在可能來不及 就是你要趕快學習去游泳 因為 游泳沒過 也是蠻慘的 游泳 期末考會游50公尺 那其中是25 對 然後 然後 他的是什麼 自由式 跟挖式 所以 游泳的部分 蠻簡單 就可以過 如果會游泳的話 那 逮捕術的話 你跟老師認真學 那個逮捕術 入校就知道了 這個不好評論 那 射擊 射擊蠻重要的 因為基本上 沒有人 沒有人會在外面拿著槍 在那邊 斷射 除非你是什麼奇怪的人 或者是你是 特殊身分的人 那 基本上 不會有人 在入校前 接觸過槍械 那種東西 所以 大家要好好 好好學 對 射擊 射擊蠻難的 就是快射啊 慢射啊 那個都是有訣竅的 那我本身 射擊沒有很強 所以也是跟著教官一直學 一直學 後面才抓到訣竅 那這個就是柔道 我們 這邊還有一個學長 叫凱佑 對 那 對 對 好 那這個 後面我們會有一個 就是 另一位學長 這個是凱佑學長的柔道服 那他本身是柔道黑帶三段 對 學姐要 為你們 為你們穿一下 柔道三段 黑道 你會綁柔道帶嗎 啊 學長 你會綁嗎 嗯 我們幫你再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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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遠了就綁 還是不要綁 呵呵呵呵 不要綁嗎 是不要綁 對 大概是這樣 對 大概是這樣 就先不要綁 就是柔道服的 你們穿的 你們穿的是白色的 這個是他去訂做的 因為他本身 好 你現在在學怎麼搞 讓我想一下 好 對 那個 圖畫面中的這個學長 他是 羅道的黑帶三段 那他現在在上課 所以 沒有辦法在這邊 那就是跟大家秀一下 這個 羅道的畫面 那 藍色跟白色猜在哪裡 藍色是 他訂做的 他自己訂做的 那白色是緊張提供的 緊張提供的是白色 那白帶就是最基礎的 那那位學長是 羅道黑帶三段 那 羅道會被摔傷 對 是真的 有很多人羅道摔要手斷掉 對 那 基本上護身要打好 就是 護身倒法的部分 大家要好好學習 這就是為什麼 跟你們說要好好學的原因 因為有很多人摔要手斷 也不是很多人 就是有些人 可能不小心手會撐地板 那就 摔要手斷掉 那我的話 我是 幾段 二段 對 那就在 在 緊張裡面的 也不是什麼好講的 好 那就是 接下來是 不會變成楊詠偉 那個楊詠偉 太厲害了 楊詠偉是 凱佑的學長 對 是他以前的學長 他說的 我不要這樣講 他是凱佑說的 然後 對 那 班帶 就是講到大家最在意的 差 直接那個 那 那 那 看 這是高精的媽咪 看不到 好 他會生氣 好 那 現在跟大家分享 就是 超性侶公差 基本上我們有分 幹部的部分 跟其他的公差 那 我在最後一學習的時候 當然是 那個 班帶 對 那 班帶其實是 很累的一項工作 但是 班帶很香 加分很香 我那時候 我幫你們講 那時候 基本上 班帶的超性加三分 三分 三分就是等於一隻小公的意思 那在錦磚 小公 加獎很難拿 那 對 班帶是真的很香 那 如果你覺得 你自己可以 升任這個工作的話 可以去試試看 那不管是 錦磚還是 特跑班的同學 都可以去爭取 對 特跑班好像有班帶這個 這個角色 那 超性也是蠻重要的 就是不管在錦磚 在特考都一樣 就是 年特班都一樣 那副班帶的話 就是 班帶不在的話 你要去代理班帶 那基本上就是做 點名的工作 然後那時候 好像是 加兩分 多一點 那班帶怎麼選 班帶是班上面的同學選 會不會變 完 完尾是什麼意思 我看不太懂 班帶好像會被盯更緊 會 會 你要長很大的責任 就是你們班 那如果 很皮啊 或者是你們班 就是 可能 有一些違規行為的話 區略長可能會 面臨一下 對 那再來是實習幹部 在一年級 上學期的時候 會選 實習班長 那下學期的時候 會選 實習區略長 那二年級二上的話 會有 實習中隊長 跟實習訓導 這些都是 幫忙區略長 或者是隊長 訓導 處理 對上的隊伍 那加分也是 很香啊 對 那選的方式 都是對上 或班上的同學選擇的 對 投票選擇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爭取看看 如果你覺得 抗壓性很夠的話 而且 當幹部的話 在外型的話 他們會比較喜歡 這樣 有當過幹部的人 因為可能 比較可以去升任一些工作 對 然後再來是圓域 圓域公差就是幫學校 有蛊蛊蛊蛊草草啊 然後 有活動的話 去佈置會場 之類的 那以會開手排車的優先 因為要摘一些 樹葉啊 之類的 對 所以 有手排車 駕照的同學 會開手排車的優先 那電腦公差就是 方老師開電腦 關電腦之類的 就處理一些電腦問題 那電腦如果壞了 就是資訊師跟他講 跟工程師講就好 學校有工程師 那 那 再來是文書公差就是 處理隊伍的文書 那 代操就是 左操的意思 那任務對勤務 任務對勤務就是 比如說 儀隊 樂隊 槍離警跟戰禮 那 儀隊的話 基本上就是儀隊 儀隊就是儀隊 對 儀隊出行一次是 小工資 那 那 欸 不會有練習時間 那 練習如果全到的話 會有 會有那個 小工藝之 就是三分 那男生不能去佔理 佔理是女生的 女生專屬 對 那槍離警是在二隊 對 那好像只有十幾個人 儀隊 儀隊的話有 有很多人 還有選擇他弄命嗎 好 儀隊的話 不用耍槍啊 對 儀隊只有儀主才能去嗎 對 因為 行政格都是儀隊 對 所以基本上只有儀主才能去 那 接下來是樂隊 樂隊是 好像是三隊還是四隊吧 反正就是 吹一些 銅管樂器的 然後 跟一些 那個 敲敲敲敲的那個 當初是說 不用 但是實際上 要不要會 我也不太曉得 但是我覺得 不用 就是 就是 基本上要會啦 他不可能從看譜開始教你 因為太浪費時間了 對 超新會影響分發成績嗎 會喔 會 因為那個是算在總成績裡面的 那 看一下 對 好啊 你可以過來 露個臉嗎 看不到你的臉 帥哥 對 對 好 這個就是 黑帶的學長 他穿 柔道衣服 給你們看一下 對 解說一下 好 反正就是在錦鑽 第一堂課就是 教你怎麼綁柔道帶 然後 柔道課的話 就是 左壓右壓吧 對吧 對 對 左上右下 對 右邊在下 左邊在上 然後 柔道帶 把他綁起來 對 大衣服 放在後面 放在後面 那 然後 對 然後 現場大外哥 大外哥 大外哥是誰 李 呵呵呵呵 然後兩支 用彈下面的線 放下來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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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 上面 上面的線 上面的線從裡面 3D去拉出來 對 但是柔道帶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就是 這個是比較快速的 對 對 就是 這樣就好了 柔道怎樣比較不會受傷 護身倒法很重要 護身倒法很重要 對 我剛剛講 有跟大家講過 提過 那 柔 受傷怎麼辦 救護車會 基本上考試的時候都會安排救護車 對 就是 就是發生這樣的情形 那柔道是怎麼考 欸 一年級上學期的時候是考 護身倒法 跟那個 前輝轉 那 下學期會考 快速摔倒 就是快速摔倒 然後可以摔幾下這樣摔同學 摔同學 所以不要把同學摔到受傷了 對 那 好像是 會 會計摔倒 快速摔倒 不是會計摔倒 會計不能摔倒 你主是行政 然後 家 行政保安 然後家主是 行事科 交通科 跟科生科 海巡都會學摔腳 對 消防的話也是摔腳 對 他們會學摔腳 沒有滿好玩的 然後 肯興會 那個 今年也不會有 對 今年不會有肯興會 對 然後他們說什麼 會有什麼驚喜 我也不知道什麼驚喜 可能是 對啊 就是 說什麼今年寓教會有驚喜 那可能是帶你們去動物園吧 對啊 以往的寓教都會去動物園 然後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去獸山動物園 然後之前有一個 有一個學長想要做那個 水晶纜車 超爛 對 不是 不是獸山的 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什麼 動物園 木柵 木柵動物園 然後木柵動物園 有一個那個纜車 然後 對 貓空 然後以前有學長想要做那個 水晶纜車 所以他們就最後一個 才坐那台車 結果他們最後一個下來 然後他們就從貓空軟車上面舉手 從那邊一直舉著 然後舉回去 那這蠻智障的故事 對 樂隊有限科系嗎 樂隊都在四隊還是三隊 有點忘記了 應該是四隊 對 這個還要再看一下 但它是限隊別 不是限科系 然後 好學長要走了 好 那接下來講到寒暑假的實習 這個 基本上 錦磚啊 連特爾都會有 那我們實習的話 錦磚是 一下的 暑期兩個月 二上的 寒假一個月 然後 分發的規定是 按排名選擇 一年級下學習 會看到一年級上學習的成績 對 四隊的樂隊 樂隊是四隊 只有行政 好謝謝你的解答 對 對 樂隊基本上就是一個對 它不是說你是什麼科的 對 然後 一下是看一上的成績 然後 一上那時候 排第四 因為沒什麼 在做公差 那二年級上學習 是看一年級的總成績 一年級是排第六 對 所以排越前面就可以越先選 那實習的內容 就是跟著師父去排班執勤 然後在旁邊學習你的要理 要看師父在幹嘛 你就跟著幹嘛 對 一隊有 不是一隊的嗎 有 你可以選擇不要當一隊 因為一隊它 有人住限制啊 那你們編排一定會超過 所以 你可以選擇不要去一隊 這個排名是代表可以選擇的意思 師父沒有領導 師父沒有領導 師父只有六都 沒有領導 那排名是跟 那個 全對比 對 對 我那時候第一 一年級上學習是教授班第十名 那一個班 我們的話是四十個 你們有可能會增加 因為你們人 太多了 公差幹部 加操心會講 會 你會發現每一班的第一名幾乎都是公差 就是都是幹部 都是班代 不然就是實習幹部 不然就是外派班長 就是像現在要帶你們那個叫外派班長 對 然後 一隊的 一隊的一隊 不就是 好老學喔 一隊一隊 不一定喔 就是超性雖然加很多 但是你學歌很爛它是一樣 對 一隊跟一隊是一種諧音嗎 有可能吧 我也不確定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一隊就是一隊 所以這也要問學校了 好 然後實習的內容就是 簡單來說師父在幹嘛 你就跟著幹嘛 那你遇到好師父 他就願意教你很多東西 像 我在新北的時候 那個師父就蠻好的 他都很願意教我很多東西 但是 還是要看啊 因為你 遇到師父 人可能都 不一樣 你不見得會 遇到 好的師父 遇到 痾 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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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父偷懶怎麼辦 師父偷懶怎麼辦 師父偷懶你就 就就包容他 有回應 那出力掉了 出力掉 師父偷懶 就讓他脫爛吧 你也不能怎麼辦 那聽從師父的指令 注意自身安全 對那時候 遇到蠻多事情 我在永和的時候有一個是 他那個拖掉車勾到電線桿 然後就是那個電纜怎麼壞掉 那時候是要封路的 所以指揮交通人數 所以你要自己注意自身安全 那該擋車就擋車 然後該擋就要擋 把他們趕走就該趕走 對 不要被車撞到 實習可以選家裡附近的單位 你家附近如果有就可以 我寒假實習選我家對面 就真的正對面而已 這就是你排名在前面的好處 然後第二個說不要成為脫油品 之前我們這一期的例子 有人在那個背景室裡面吃燒烤 然後那時候分局長剛好來 看到兩個人在那邊吃燒烤 然後聽說他兩個人好像被寄過 滿白癡的 分局長都來了 你還在吃燒烤 對 然後多看多聽多學 就是其實實習你可以學短的東西 就是因為你們有考那個 我們有考警察情境食物 所以基本上警察情境食物 背景不能吃燒烤 背景當然不能吃燒烤 你在上班 你不是在度假 而且分局長都來了 你還繼續吃 那個不太得體 對 就是 就像我第四個講的 就是要懂查人觀色 人家分局長都來了 你還在繼續吃燒烤 這樣好像不太好 對 好 然後就是多看多聽多學 因為情境 警察情境食物裡面考的 就是跟外情在做的事情有關係 所以基本上大家都講 你有去實習過 情境食物你就會寫 對 就是加減都會寫 就是一定 就是加加減減都會寫 那 第一問題是說 不要顧著 我可以打錯字了 不要顧著拍照發社群 注意個資問題 然後什麼該發 什麼不該發 應該要非常清楚 所以之前有看過 有學弟他把那個 有人喝醉酒 好像被送醫了 他還拍照把人家拖上網 因為 真的是不太好 報道實習 實習的時刻會追改提 請問追改提的機率高嗎 記憶不要啊 追改提提怎麼好事啊 自身安全比較重要 我們那個 寒假的時候 隔離手有一個實習生 他為了抓外勞 他的牙齒被外勞打斷 他外勞沒有錢 他也沒辦法便宜 所以 對阿 所以自身安全比較重要 那 執法紀錄 疑事 不是 不能公開 對對對 就是不能公開阿 這是執法 你在執勤的時候 你 不要去 那個 把人家的那種 處理案件內容去公佈出來 其實這樣是不太好的 所以加上 就算對方是 喝醉的 也是那個 也不應該這樣 拍攝手裡面是不能拍照 對 拍攝手裡面是不能拍照 對 我有買密度器 密度器很重要 那密度器好貴喔 密度器要6000多塊 實習生會配 會配帶 不會喔 不會喔 實習生會配帶的只有警棍而已 這也是有法規規定的 寒假實習在 在行大 寒假實習應該不會在行大 喔 對那個 對 行事交通課 還有課真課 在寒假的時候 會被分去專業單位 對 所以你們應該可以看到更多 很 很 不錯的事情 也不是很不錯 就是很值得學習的事情 如果遇到肖某學長 要如何應對 我們還真的有人遇過肖某學長 然後 他們就說 不要 不要 不要叫他學長 就是把他當一般民眾就好 然後做你該做的事情 那基本上 我們肖某學長 不會去針對實習生 所以不用擔心 暗密度器不會發 只會發警棍跟辣椒水 那個是 內政部的內部規定 那個是有法規定的 對 因為大家都不是正式機能 所以不行 他在派出所拍攝不是不行嗎 不能在派出所拍照 不太好 但是 這是法務部 他有一個韓系 就是說 你的派出所裡面的公共 辦公區域 不要拍照 對 蕭某很喜歡正式 這個要問他 這個不要問我 保安科未來會不會專業分發 我個人覺得應該不會 那個是內政部的決定 那個我沒有辦法評論 好 我們繼續 講到就是我們最後的重點 就是為什麼你要讀空大 第一個 你可以取得大學文憑 畢竟大家都是緊專畢業的 除非你已經讀過大學 再去考緊專 那是另一回事 但是 緊專畢業只會有專科學歷 等於是大專學歷 所以 如果你只有專科學歷的話 你不能考三等 對 三等特考不能考 我不是18歲 就 我對 我19歲去讀景專 我晚讀一年 你搞得我好亂 正職會不會發密錄器 聽外情人說現在好像不會發 密錄器 基本上好像自己購買 但是我不能給出正確的答案 對 我有問我師傅 我師傅好像說 會 所以我自己買 那 空大第三點就是盡盡自己 因為 現在空大科系也蠻多的 可以去多學習 對 那 這個是我們 高雄市立空大 跟國立空大的兩個比對 然後 高雄科大有法律系 這是蠻建議大家去讀的 就是跟法學蠻有關係 不會很難 就是空大他要畢業不會很難 所以才會推薦大家去讀空大 那 他的畢業學分是128 但是如果你有緊專畢業證書 可以比40 所以你只要88就好 那空大他有 那個我沒有上過大學 對 對 預教會 教怎麼進空大 會 學校會有演講 對 所以 對 我可以 自己斟酌 那 我是上哪 我沒有上空大 因為那時候 這個 我們後面再解說 但是我可以說 因為那時候太貴了 現在 那時候 因為想說學費有點貴 我就沒有報 我是重考生 對 我是重考生 我在哪裡 還沒服務 對 兩天後放榜 好像是41期的 對對對 目前是41期剛畢業 還沒還沒放榜 對對對 兩天後 以後想選台北市 好 然後 空大的話 上課方式 線上的話 要選擇 外島生 的部分 因為他 要選 比如說外島 還是別的 才可以 線上上課 然後 我看一下 運技也沒考好 沒有 我有考上 我只是 他有那個 那個叫什麼 通訊報到書 我沒有記 所以就是 就是沒有去 忘記記東西 對 我忘記記東西 對啊 因為沒考過 不太熟 所以那時候沒有 沒有搞懂這個流程 沒有報告件 就是不懂 不懂這個流程 好 那 國立空大的話 他 要 畢業的學分 要大於12 然後 沒學習 休克15 然後 都有請專班 所以 可以自己參考 但是 學校比較推薦的是 高雄空大 那自己原因 我也不太了解 對 我想應該做過來一點 看得到 應該是說 那個關於空大這一塊 就是他有分 國立空大跟高雄市立空大 對 那關於 關於那個 就是其實兩個空大 對你來講 都是很好 那個空大就是在 刷學歷嘛 對不對 對 那 因為一般我們請專 從高中職畢業 然後請專 那我們畢業之後兩年 也是復學士的身份 對 那 當然就是說 你畢業之後復學士 你當然 從那個分發 課考通過到分發三連 你還是可以去考那個 三等 三等的資格 先找他露一下 好 露一下臉 對 然後就是這一塊 那 那像我們 就是規劃很好說 其實我們有學長很多 現在這一兩年 就是有很多學長 他們就是一進去之後 而且是在運教前這個時候 就已經去空大報名了 對 為什麼 因為你今天在古警專的同時 那你同時報考空大 那以高雄市立空大跟國立空大的差別 剛剛學長有講 那個國立空大部分 他就是大部分我們請專選擇的 他們兩個都有警專專班 那我們大部分選擇 像國立空大就是行政管理系 那高雄市立空大他有法律系 那法律系這一塊 事實上他裡面的一些科系 選擇那個 就是你選修的那個課程部分很多都跟警察 我們在警專裡面學到一些東西 就是蠻有連結的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 除了有連結你畢業之後 還可以同時有那個法律的學分 那國立空大他是 就是警專專班 他全部的學分是122 他是72學分 然後他每學期最高就是能夠修到15學分 等於說你如果很認真的話 你四個學期算下你就是大概畢業你就有60學分 那畢業前你大概就算12學分要修 那另外高雄市立空大的部分 就是說他像以今年來講 今年我們很多同學就是預教前進去 他們就已經先去同時報 那報的時候他們上學期一上的時候 最多可以修到20學分 那聽說還可以再加修 那再來一個他們在暑假的這個階段 也可以去修 所以像我們今年 柏宇學長是41期畢業 他是他們第四名 那我們有一個學長第一名畢業 黃宇翔 後面畫一下 宇翔再下來 好你們看到這個就是黃宇翔學長 他是那個第四中隊16教授班的學生第一名畢業 那他就是當初要進去景專的時候 那他是我們高級的學生 就是建議他就同時去修空大的學分 然後他修的是那個就是空大的那個法律系 那剛剛小宇學長有講嗎 空大就是說他全部是128學分 高雄空大的部分 那你畢業之後他可以拿景專的畢業證書 去折40個學分 那等於說你可能在學校就是88個學分嘛 那正常你如果說真的以平均來算的話 就是等於一個學期大概至少修個22個學分 那其實他們在暑假都還可以加修 那這一塊我們的宇翔學長 他除了在畢業班低女畢業之外 他在畢業同時取得了空中大學學士學位的學位 那所以他在今年課考完之後 第一個他在校成績很讚 因為他是第一名畢業的 他畢業的同時可以有那個緊真的資格之外 那他們在課考的時候課考完大家都知道嘛 那畢業後四等的課考占20% 然後在校成績占80% 那他也有優先選擇分發單位的權力 對那所以說他分發之後 他已經有畢業那個學士學位的學成 那他等於明年就可以去考三等的部分 所以學長他很積極 他這一塊就是那個他一畢業之後 他等於分發他直接拿到畢業證書 又拿到空大學位 他就馬上回來高見 做什麼準備三等的課程 那像小宇學長他之前是因為 除了他就嫌貴嘛 然後沒有報嘛對不對 所以他現在就有點覺得後悔 因為他來之後看到我們的同學 學長他們就開始一畢業就可以開始明年 準備三等的課程 對那學長現在因為總是緊端兩年畢業 荷包包寶德嘛對不對 他現在已經開始在準備了 這個宇翔學長畢業次等課考 這個部分等一下我們有彩蛋來回答 我們等一下有彩蛋 所以說像剛才的小宇學長 還有我們的樓道的學長 他們現在就是很積極的 他們今年就是等後天分發 16號分發 他們馬上就要去報空大的課程 對那空大課程報了 你看他們大概我們都會不會警察專班 他們就是大概在利用一年半的時間 他們116年就可以去參加三等的課考了 對所以很多東西都是因為專業的一些東西知識給你們 那這一塊的話就是希望同學可以好好把握 那我們接下來先請那個學長繼續跟你們回答問題 那我們等一下整個完整的就是你們畢業之後 警專的如何規劃 從兩年到畢業後 你在警察生涯如何達到巔峰 我們再來跟你們解說 OK 好 剛剛看到有些問題 小宇怎麼輸與想的 人家第一名我第四名還是有差距的 還是有差距的 對對對 對啊這個 本身就有差距 但 剛剛有人問說是不是 畢業生就可以有兩個學歷 對的確 如果你就是空大也畢業 空大只需要兩年就可以畢業了 那警專也是兩年就可以畢業 那 基本上 不要太混的話 那個空大的教授都會讓你過 但我也有聽過沒過的 所以 自己要 要加油 我補充一下 他空大的學歷像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國立空大 國立空大他一百二 他七十二學分 原則上你修完之後 他就是你在修警專的這兩年 他是給你那個 就是不能同時有兩個學籍在修 修學分 所以他是給你那個就是選修生的身份 這個是國立空大的部分 那當你警專畢業之後 他你拿警專的畢業增數 他會把你改成全修生 你就是變成空大的全修學生 然後你去把你剩下沒有修完的學分修完 你就擁有學歷 那高雄空大是 你進去警專讀書的時候 你就可以同時擁有空大的學歷 這不一樣 好 先讓你繼續回答問題 好 有人問說 爸爸兩縣市會不會特別調查觀照嗎 這個你們進去自己體會好了 因為我不太想要講得很明 對 大家自己知道就好了 把學好像聽起來很厲害 確實 對 那 剛剛有人問到學費的部分 以高雄空大來說的話 他一個學分費是860塊 那有一個學雜費200塊 所以 就是看你要修幾學分 你去乘以860就對了 那基本上一個學期會有 一萬多塊的學費吧 好像 一萬多將近兩萬塊的學費 那 那時候 我有去問 他是說 你全部修完就是 可能將近七萬八萬左右 那 有人問說 學校不是有津貼可以付嗎 對 因為津貼還是有其他事要做的 對對對 就是 不可能all in 那個all in 那個all in有點太負擔有點大 那如果家裡允許的話 或者是你自己願意的話 可以 就是去考慮看看 因為 我們沒有在幫空大招生 就是 就是 在學校也會這樣推薦你們 因為 其實你們讀景專只是個開始 但是 就算你讀景專 我們大家的目標 有可能是當官 對 當官的話 會 有 稍微輕鬆一點 那至於有什麼福利的話 怎麼可以問問看徐強主任 因為徐強主任本身就是 景大畢業的 對 所以他會比較了解 當官的福利在哪裡 對 好的 那 畢業後 底下還會剩下一點點學 對啊就是 一點點不會太多 對 一邊緊專一邊空大不會太緊湊嗎 基本上空大的話 講的比較簡單一點 事實上空大他就是 教教作業 謝謝筆記獻上去 上課掛著就好了 因為那些教授也不會太定義 就是 我要的只是學歷 就是講白一點 我要的就是學歷 那緊專的話是真的要認真 對 那我們現在有高見的三年功頂班 對 三年功 功好像答錯了 不好意思 功是功上的功 對 國立比眼睛沒關係 這個是我看不太懂 所以有空大學歷就 只能考三等 三等跟四等入取律長 沒有 不是說空大學歷只能考三等 是空大學歷可以考三等 應該是說你要考三等基本的要有大學的學歷 對 你考三等的話 三等他的要件是你要有大學畢業才可以考 那四等的話是高中畢業就可以考了 所以差很多 那如果你考有大學畢業之後 就可以 比如說我四等考過了 然後下單位你可能準備個一年 你想要考三等那OK 那至於你想要怎麼準備 那就是看你自己 你想要補習 你想要自學 那都看你個人 對 那 好 我們先簡單講這個三年功頂班 第一個 他會輔導你在校的課業 就是 如果你有 就是你有來報我們三年功頂的話 他會有 比如說警察法規 警察請務的特考科目的補習 然後 好 在後面 我們後面有課表 對 那我先簡單講一下 那第二個就是 我們會為你的四等課考做準備 對 四等 基本上四等內鬼通過是基本 那我們的目標是放在三等 對 那至於詳細的 等一下會跟你們詳細說明 那 接下來就是三年功頂內鬼的課表 第一個是國文嘛 國文就是莫白老師 那 憲法課是莫君老師 那 專業英文是安齊老師 那法規的話是徐強主任跟莫莉老師 那 情境跟 請務是張翔 犯罪偵查是高明 那這裡還有三個不是特考科目 是我和主任有討論過 那主任願意 就是多開給你們的課程 就是第一個是刑法 因為我認為 刑法算是重要科目啊 但是 刑法它不是不會考 它是放在 犯罪偵查裡面會考 或者是 情境實務裡面會考 對 那 交通法規與 實務的話 可以放在 警察情境實務 近幾年都很喜歡 考那個 交通的 生論題 所以 它就會考 像今年 今年也有 考 交通的生論題是 那個叫什麼 A3車禍的現場 會圖技巧 與 它那個 那個叫什麼 藥理 對 今年有考 那 在第三個就是 偵查法學 講的是刑事訴訟法 刑事訴訟法 是整個 涵蓋在 我們 犯罪偵查 裡面 就是犯罪偵查這一課裡面 雖然它是全選 但是 基本上 犯罪偵查手冊裡面 有一半以上 都是從刑事訴訟法裡面分出來的 所以 刑事訴訟法也是蠻重要的 那 我的 我的 左側 這個是內鬼的考科 就是國文 然後 憲法跟英文 憲法的話 近幾年越考越難 所以 大家可以自己斟酌 那 再來就是犯罪偵查 蓋藥 跟 那個 警察法規 警察刑務 跟警察刑事實務 就是我們內鬼的考科 然後 再來就是剛剛的那個 對 還會 還有這個法典 這是 這是去年的 然後 有編新的 對 已經修好了 是 對 法規都有編新的 會送這一本 法規 蠻好用的 上課可以用 你們就不用再買 不用再買法典 對它是送你的 好 那整個流程就是 你從一個高中生嘛 那搭配一個空大 然後 緊張一年級 緊張二年級這樣過 那 四等再來就是內鬼特考 對 然後 從一線三開始 那一線三 做完 你已經有大學學歷了 你 可能一年兩年 你想去考三等 那通過三年特考之後 你也可以變成兩線 就是變成官 那一線三 跟兩線一的薪水 其實也差很多 應該差 兩三萬有 因為它有一個主管家級 對 所以 還是有差 就是真的有差 官跟 基層不一樣 但是 大家各有選擇 各自心有所效 所以 可能有些人 就想一輩子當基層也可以 那 有想當官的話 以我們這樣安排的話 是最快的進度 對 那我們現在可以回答 你的QA了 正因班 自害愁 然後就很像一集正經班 這個不一樣吧 自太醜 要練字 那個生論題 老師看不懂 你就沒了 好 那第一個有說 就是不賣題庫了怎麼辦 這個就要跟你的那個 進去預教之後 每一個班級 建制班 就會有一個建制班長 那基本上 他如果 人好一點的話 會給你們 那個 提庫 對 然後 一共有幾個隊 欸 你們這一次好像分到八個隊 對 有什麼社團 很多欸 像 看一下 這個 現在這張柔道的圖 他是 學校的柔道社 那也是 柔道校隊 那 我們 緊張也有籃球社 那也是籃球校隊 對 去比賽的話 是可以拿工獎的 有有得名的話 簽名是有得名的話 對 然後 樂隊如何加入 你如果在樂隊 你就可以加入樂隊了 有桌球隊嗎 緊張沒有桌球啊 緊張有 緊張好像有排球 緊張有田徑隊 對 有田徑 就是比較偏運動的社團 但是如果你想要靜態的 可以去那個 那個什麼 法 法學社 對 法學社 是徐強主任開的社團 對 你想要進去玩一下也可以 然後 不然第二個就是那個 那個叫什麼 什麼 創國社 對 創意活動社 那個是林總開的社團 那個蠻好玩的 雖然我不知道在幹嘛 這是蠻好玩的 好 菜考很難嗎 基本上 講白一點的話 內鬼 有讀書 就會上 對 前提是有讀書 就會上 好 那從哪裡可以看到報道的位置 是哪個 對 你們那個通訊報道通知單 那上面有個ABCD DFG 那 遺囑的話 ABCD 就是你們的1234對 照那個字母排序 就是A A就是E B就是2 C就是 C就是3 那 甲組的話 他好像他後面還有很多個 這個我就不太清楚了 所以甲組的話 要看一下 進去 基本上 汽車 一定會教你 你們會 沒有汽車駕照的話 你們會有一個 那個 一個上午 都去 加爾訓班 學怎麼開車 對 但是 那不一定是安全的 你們那時候有一個人都開始 撞一隻 撞一整排 通大上課的時間都在什麼時候 那是線上上課 所以他 就是 平日晚上或六日 線上上課 你掛就好 但是你要上課的前提是 記得跟區隊長報備 因為用電子產品 你一年級來說 一定要跟區隊長報備 區隊長同意才可以用 對 這個很重要 你們 一年級啊 玩自習的時候 如果在區隊長還沒同意之前 你會用你 你的電子很慘 你要用的話 去跟區隊長講 他一定會幫你去上課 也要是正當旅遊 都沒有問題 對 有自排 還會叫你 考 手排嗎 不會啊 自排或是手排 都會駕照 第五隊在幹嘛 第五隊 沒有任務 他第五隊不是行務隊 但他們好像是有別的行務在 這個 陸小樂就知道了 遇教後 都是 週五 18嗎 對啊 都是18放假 但是通常五點多就會讓你們到校門口 一定會塞車 那個不用太期待 會很常做報告嗎 看老師 我們 心理學課要做報告 然後英文課也會做報告 對 基本上 做報告 緊張在上課有點類似大學生活 因為 緊張畢竟還是大專嘛 那所以在上課的部分 還是會 比較偏大學的方式 讓你們上課 晚上用平板做筆記念書也要報備 要 就是只要你是做電子產品的話 都要報備 就是講一次就好 不用講很多次 你就去區辦 敲門問一下區長說 你晚上想要做筆記 想要讀書 想要看三菱公平的那個 課程 可不可以讓你用平板 得到區長同意的時候 就可以用 基本上要讀書 他不會很刁難你 然後 請問學長老師的 教授內容 可以用筆記怎麼做 就好 還是要用 基本上用筆記本手抄 手抄是最快的 用平板沒有那個 遇到颱風架怎麼放 颱風不會放假 你只會被關在學校裡 這緊張沒有颱風架這種東西 對 就算是禮拜一放 比如說禮拜日收假 然後剛好遇到颱風 那就會放 但是如果是 比如說禮拜一 你在學校 禮拜二放颱風架 頂多你整天都在寢室 但是不會讓你出去 對 和時實習 這個剛剛有說過 就是在暑假的時候 跟寒假 對 然後 每天 都要報病 不用講一次就好 講一次就好 你講那麼多次 別被打 你不會被打 他覺得很煩 你講那麼多次幹嘛 講一次就好 你只要跟他說 以後的晚自行 你可能有這個需求 那他就會 比如說他開放 你可以使用 那他就會統一讓全隊 可能都可以使用 但是他可能會設一個前提 比如說 我只給你讀書 我只給你這樣 專任就可以用嗎 可以啊 就是我們有真的學校同意 所以是可以 而且在專任的時候 基本上 要準備特考 現在特考其實沒有那麼容易 沒有那麼好考 我個人覺得 學校補空大 還是台北高雄 就像我們剛剛有提到的 建議的事是高雄建議 我是遺囑的 我是一隊 所以我是遺囑的 空大就是內櫃四等班吧 還是也包含三等課程 這個 三連宮廷其實就是內櫃四等班 這個等等會回答你 三連宮廷的部分 等一下我們會講得很詳細 非常詳細 學校會教游泳嗎 會 會教你游泳 但是你學不起來 還是不行啊 泳裝不會規定你 但是你不要穿那種很暴露的啊 就是 不要穿那種很習慣泳裝 對 六日學校不會公餐 對 基本上六日就吃自己 你待會晚上到禮拜日晚上 你就是吃自己 放假就是吃自己 然後 燙衣服時間會很短嗎 不會啊 我不知道你最短的定義是什麼 那就是 你要學會自己用的時間啊 對啊 這就是 學習的 緊磚找得到女朋友嗎 看你自己啊 我怎麼知道你自己找不找得到女朋友 這個要問你啊 這個問我不準啊 秀菜 就是一個看表演的 很請藝人 很請的藝人都蠻爛的 哈哈 就是有那個 有畢業晚會了 畢業晚會就好一點 就是秀菜的藝人就是 哈哈 翻了你 喜歡你耶 就很乖 好 然後 女生也是洗大澡 這個問我不準啊 我沒有去女生洗澡過 你怎麼會問我 女生他們的那個盥洗澡有全身翻新過 所以 好像有隔間吧 我沒有去過 不要去喔 去我會不會退學 不要去喔 別鬧喔 女生的住地是嚴格禁止 那個男同學進入的 對啊 那個叫 浴才樓跟樂浴樓 五樓 不能去啊 之前有一個學長 我不知道怎麼講 這好像講比較壞話 就是四十期的時候有一個學長 脫水機 脫水機怎麼了 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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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比較好 沒有 學長 學長 可以說 你說 可以帶那種就是 小型的洗衣機 有一種起電 那一千多塊那一種 芝加托 基本上我建議你不要啊 你要插哪裡 會跳電啊 不要啊 真的不要 會跳電啊 緊張也很容易跳電啊 對 那可以在電視跟卡四五 不行啊 你帶那幹嘛啊 你要把學校燒啦 可是有人帶過卡四五 真的有人帶過卡四五 可是可以在交易廳裡面 但是對啊 就是 好 謝謝學長 建議不要 建議不要 不要鬧了 香煮火鍋的時候可以到高健的台隊分部 塞衣服有劃分個人區 有每一隊都會有劃分自己的區域 四隊會很嚴格嗎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你們的那個 分的那個表 貼上每一隊 真的假的啊 好啦 可以啦 一隊都是我以前的區域長 就是我以前的長官 一隊不用想就是太輕鬆啦 超硬的 然後二隊 二隊也不輕鬆啦 二隊 情人要很強 然後三隊的話 聽說那個隊長蠻 對 自己體會 蠻蠻 對 點點點的 大家自己體會 好 六隊喔 六隊我不太熟耶 六隊 應該是還好啦 我們那時候的六隊 超爽的 對啊 如果是一樣的話 六隊超爽的 一隊很硬 一隊超硬的 一隊超硬的 我剛剛也講到四隊 沒有四隊的話 我不太熟 但是四隊的區域長 基本上都蠻鬆的啦 基本上 基本上 基本上你不在一二隊的話 你就很心運啦 就是講白一點 你不在一二隊 你就是心運的隊 對 背取進去的 是不是都是硬隊 不一定啊 有些人 可能都不習慣 因為獄教的話 大家一定會很硬啊 很兇啊 所以獄教的話 看不出來啊 但是 基本上你不在一二隊 你都 都是好的 緊張沒有洗衣機 你只能手洗 但是有脫水機 可以脫水 但是會挑天 對 對 然後對是怎麼分的 隨機分的 那個是隨機的 行政 行政怎麼可能管罪手 我瘋了 好 那我們再 要結束啦 就是 在最後一點點問題 然後等下就是會跟你們詳細的說三連公平的內容 因為看到有些人可能有些許的疑問 所以大家先不要移開 那我們等下會很詳細的說 我們再回答幾個問題 然後等下就歡迎你們彩蛋 衣服是亮晴室內 不能亮晴室內 衣服不可以亮晴室內 只能亮晒衣場 不能亮晴室內 對 保安科 最好有彩蛋嗎 有啊 有彩蛋 有彩蛋 很棒啊 彩蛋 男女脫水區有區分嗎 機器的地點 男女 男生女生的住地是不一樣的 所以女生是集體的 然後男生是一起的 按男女的就分開 然後脫水機會在盥洗室裡面 衣服不能曬房間 我們頂樓是曬衣場 要走去頂樓 對 那你是擠隊的話是已經分好的 那能不能調適於現場為主 點點點 是很機車的意思嗎 我自己不會啊 41級有開專單嗎 還沒開缺 這個沒辦法回規 因為還沒開缺 對 這個 我回答不準 等我當署長 我就可以告訴你 二隊體能要好 對 二隊體能要很好 然後 主任推薦是樂隊啊 主任有推薦 那個技術樂隊 不錯 敲個聖教師 對 下單位容易被民眾告嗎 看你個人造化啊 行政很文革啊 基本上不是看科系啊 是看你的對別啊 行政科主任不錯啊 劉政主任他不錯 他是一個好人 對 然後 然後 介紹我們一隊喔 就是剛剛講 如何征服學姊 這個不要問我啊 收藏剛剛 好 然後 早上灌洗會很趕 我們那時候只有十分鐘 起床之後十分鐘 對 所以你自己 自己必要抓時間 有成心樂 有 有 有 一覺結束後 每隊會聚餐嗎 你要跟誰聚餐啊 不會啦 不會聚餐啊 每一班可以聚餐 但是 好的話 可以 然後 師傅有問題啊,學長有課題 學長都在 我可以加入我們三連宮廷的群組 今天主要差不多到這裡 接下來換詩琦老師 大家好,我大概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跟大家講一下關於我們規劃的部分 這個三連宮廷的課程其實它就是一個規劃 就是說第一個我們有分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所謂三連宮廷 就是說如何在你緊專畢業的同時通過四等的課考 然後你又可以分發到好的單位之外 你在第三年,也就是緊專畢業的那一年 你可以同時去考三等內規 那規劃是這樣 就是第一個說學長講到空大的部分 因為我們剛剛有講到高雄空大跟國立空大 然後就看各位的需求 那正常是以我們這一兩年都有那種畢業學長 他們就是三年 就是第三年 那個緊專畢業就可以同時 那他們有同時在國立空大或高雄空大 那我們看完之後是覺得高雄空大對你們來講 可能你們會相對比較輕鬆 而且在畢業的同時你就可以取得那個學分的部分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說 我們所謂三年宮頂 剛剛你們有看到嗎 學長故意把這個宮答錯了 就是叫你們要用宮 然後用宮才可以登上頂端 那因為我們現在時間有限 剛好我們的彩蛋來了 對我們現在歡迎我們的彩蛋來跟大家講 最最最如何你們在緊專這兩年畢業之後 然後怎麼去規劃 然後我們可以給你們協助如何去彎道超車 好我們歡迎徐翔主任 歡迎各位四三期的同學 四三期同學大家晚安 那個今天很難得我們開 請學長來這邊跟各位報告 你們即將一杯交易的前夕 來跟你們做觀念的交通 讓你們心理上我跟你講有聽 今天晚上有聽的絕對不一樣 這也不能騙人 因為從高中高職 然後進入警專 然後接入到有類似軍事 訓練的那個操演的話 難免心理上會有一點卡卡的 但是這個沒關係 一個團體 一個國家 一個社會 一個團體 以前我們像那個救我團 什麼戰鬥營還是一樣 還是要那個 你在念大學 軍訓的時候也是要這樣子 這個沒有關係 不管是合理的訓練還是謀練 過合理的那都沒有關係 就把它當作是一種意願 那個時間過了三個禮拜 過了就回復正常的 我跟你講 很多我當時念緊大 念緊大的時候 當然現在那個時代跟先前不同比 在我念緊大聖念誌的時候 有沒有 其實我們的同學都想說念大學 我那時候也是大學 然後我們就去念緊大 但是後面看到了 後面看到有些有沒有 去念緊大經過一年的熏陶以後 我跟你講 外面的念大學的 對我們緊大緊鑽的 有沒有 這種那個 思維思想 訓練過磨練過的 這種東西非常崇拜 崇拜我騙你 緊鑽的緊大多一樣 那個 兩年以後 剛剛你看他學長有沒有 他今年畢業的 你看他那個 看了有沒有 訓練這個有模有樣的 有沒有 的確不一樣 因為 剛才那學長也講很多 同學也提起很多問題 那我就把後面做為總結 你要出人奪地 你要經過一般的反射 一般的力量 那個 你要當官 還是要當那個 基層嚴警 在你自己的一面之間 你要跟人家不一樣 你就是要付出 付出的話 你只要找到方法 像你今天晚上來聽我們 就找到方法 你絕對比同期的 我跟你講兩千 這一千多一千一千九的人 更有思維更有想法 更能夠快速適應 更緊張的適應 那個訓練 這個就是你們 比人家贏了 你知道嗎 像我們那時代 那個 沒有像補習班這麼好 還跟你分析 然後怎麼樣 我們去的時候 就是 我們那時年代是 三軍八教練 如果到警察的 沒有到路關的 警察到路關就受限了 那個實在不一樣 好好的 適應這三個禮拜以後 我跟你講 你們的同學 高中的同學 去念大學 就會對你們 另外的來看待 結果真的會不一樣 那我在講說 因為事實證明 你那個 選擇補習班很重要 補習班找對了 你像我們高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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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等 有沒有 三等榜三思三立 那個打九成 九成什麼概念 沒有補我們幾乎不會上三等 然後 有些同學程度不錯 但是想說 簡單還是也沒有 然後就 來念幾段 我跟你講 你這個就對了 你只要好好念 把期中考期末考 上一期下一期 成績一年級 成績二年級 成績弄好 我跟你講 然後你當然 中間要 一、二年級要補空檔 你二年畢業有考試的 隔年就可以考三個 就所謂講的 萬刀車輸 你像 那個契年 契年三九級畢業 那個今年的還沒有放榜 就隔兩天有沒有放榜 幾天就會放 三九級畢業 七年一、二年就考三等 行政了邱秉承 邱秉承 邱秉承我在 那個三年公頂的時候 一年級寫了 我就指導好幾次 他指導了 我跟你講說 這同學寫了那個程度 五、二、三等 一年級我就跟他講 跟他們七隊長講 邱秉承行政的 還有福凱峰 福凱峰也是行政 還有那個刑事人 何敬祥 這個都是 一、二年七年 三九級畢業的考上 同樣的警特 警特109畢業 109捷訓的那個有沒有 以下李佩 就是他那個 四等群特就在我這邊 然後一路有沒有 他畢業 在學校就開始 畢業一年就考三年 畢業一年就要李佩 還有那個 那個李佩是行政的 那個109年特 他以為109年特 也有刑事監事的 那個習議者 習議者也是啊 109年特 一年就考上來 所以這在在證明 遣責福西班 真的是關鍵 在學校我們懂什麼 不懂 就跟我們福西班的課程來操作 三年公頂 什麼公頂那個頂 這個頂就是 三頭 三頭 那個就是 那個 因為警大在歸山 歸山我們就想 公頂一點 那個就是三頭 公上三頭 就是警察的最高血鬼 有沒有 警山 然後公上警大 這就是當警察 夢寐於求的 到警大去不管是畢業 還是 那個結訓 都排行官 這是最快的 而且那個薪水有沒有 我跟你講喔 你們畢業的時候 兩年薪水本分是150 150 然後如果 跟你考上去的薪水 不用150 160 一年跳10塊 170 180 190 第二次跳跳跳 89年10年 他直接跳245 可以省了10年 那薪水每個月都領一萬多塊 然後 結訓完 警大結訓 10個月結訓 有沒有 帶子帶薪嘛 然後你就領了有沒有 你領警專兩年 然後再服務兩年 警員有沒有 然後帶子帶薪去收訓 一年要10個月 就是一個 那個 上班一年多 然後 去 那個 訓練10個月 欸 22歲 就當巡官了喔 有沒有 22歲當巡官 你領警專怎麼不好 成了兩百萬了 薪水有沒有 你從警專的兩年 然後 然後 再出來當 警察的時候有沒有 你這樣 兩年 加起來 來幫忙收訓 因為當警察 一年多 一年多一點 然後收訓死的原因 欸 22歲就當巡官 然後又成了兩百萬 欸 哪裡不好 對不對 我講一個比較那個 就比較那個 反正我緊張唸完了 有沒有 唸完了 然後 考完試 然後 再服務兩年 我不幹了可以吧 可以啊 而且不用當兵 什麼一年 欸 整一年不用當兵 那我就成了兩百萬 我要再去唸什麼 那個什麼 支管啊 我要唸工程師啊 那就OK啊 對不對 這是轉跑道 但是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90% 不會換跑道 為什麼 薪水沒有 你唸工程師 也不見得有這種薪水 有沒有 你現在回來高雄市 台北市商費 有沒有 人家幫你加起來六七萬塊 你工程師合得而能 而且我跟妳講 未來 未來工程師會被AI所期待 所期待的結果怎麼樣 工程師肯定會採 可能會採一半以上 像電話科 連電都會採 工程師 反正念警察這個 是相對的比較穩 而且CP值最高 那個物體移動很高 真的就當工程師好嗎 消防的維安工程師 設備師室 每個大工廠都有這個 我們在職的時候當消防員 也是可以看關於資訊 像我們那個科生隊 科生隊的 有沒有 還是那個 那個 那個 支管 支管主任 有沒有 那電腦都很厲害 紅海 紅海多子公司 紅嘴 那兩百多萬來 研拼那個財產室有沒有 資訊室主任 這都是工程師啊 當警察拉手不好 好不好 像那個 今年畢業的 今年畢業四十一級畢業有沒有 你看方以翔 有沒有 你看兩年前 他媽媽叫他媽媽 再來給我 他要念大學 我就跟他分析 不要不要不要 你就好好問我三年 公主 照我們的來給你 規劃 我跟他 爸爸媽媽講 過不期待 你看 他就會在校程序有沒有 當然經過我們台北警端 那個 那個 無時不刻的在關懷 有沒有 我們台北警端 在那個 信賴站 我們有主管在那邊 兩個主長在那邊 同人職 那個你都可以去 那邊坐的時候 怕是禮拜五啊 禮拜六 禮拜天沒有事沒有回去有沒有 你不要每個禮拜二回家 我跟你講 你 要跟人家不一樣 你又犧牲掉 你一個月回去還是兩個月回去一次就好了 然後好好念書 有沒有 禮拜六禮拜天有沒有 禮拜晚上出來跟同學吃一支飯 你看一下電影就可以去念書 你要考上三等 要早點考上三等 或者說你要 成績要營業前忙 我要填試驗 我有選擇權 我要早一點回來故鄉 有沒有 還是要填專業單位專單 你成績一定要好嘛 成績好的話你一年級就開始 一開始 我跟你講 就要 就開始念 尤其是一年級以上 黃雨翔上次也有講 還有我們這個 郭英文學長也有講 有沒有 一上的時候 差異性最大 大家都猛猛懂懂 所以各位同學 今天進來聽聞這個 你就成功 成功一半了 所以說很多 那個學長 跟你講的觀念 你就好好的來 遵辦 我相信很快就能失業 如果失業的時候 壓力沒有的話 比較快解除壓力之後 你就好好念書 靜下心來好好念書 這樣的話 你的未來 兩年三年 一口氣把它念完 因為警察制度 關就關 警就警 把他檢 早一點把他當官考試給他去的話 那以後又不要再念書 反正我當官了嘛 就慢慢升 慢慢升 你要升到 兩千三千一 也不難 你要甚至有企圖性 要升到極掌 書長都可以 文藝界 那個書長也有幾年出生的 對不對 如果有幾年出生的 所以說 那個行事機長也有幾年出生的 對不對 警察機長也有幾年出生的 很多都是警專幾年出生的 所以說這個部分 未來前途不可限量 如果有問題 我們台北高建 在辛亥站 就在 沒警專的話 是萬方醫院站 前一站叫辛亥站 我是建議你如果是 當時 若結運說 要回警專 先到辛亥站 前一站就下站 然後往前走到 三百五十四百公尺左右 我們高建 台北高建 就在右手邊 右手邊 你就進去跟那個 那個 那個工人 組長 那個專員 老師 聊一聊 做一做 進去 很多 問題都可以 解釋 解釋 吟了解 還有那個 雖然我三年公典 我們這個 只要報名的 那個 我們就列入 老師在群組裡面 有什麼問題 就可以隨時去討論 老師都在裡面 我們跟其他補償不一樣 沒有問題 老師 基本上 當天就會處理好 這次我們就 群組管制 社群管制 管制的話 很多問題都可以吟了解 然後只要有報名 所以那部分 我 這幾天 會找個時間 很多 我會再跟我們三名公典的同學 來教授 來講 因為很多 這次公開的 我就不方便講得很詳細 那個 同學如果是 可以報名的話 就盡量報名 而且那個 錢用在导寶上 我跟你講 而且緊端的話 你只要 好好的 那個 一個 不要亂花錢 一個月還有 還有 一萬六千多 這個部分 你 甚至用 想說 公佣或母親的錢 也可以分歧 可以跟那個 我們高建分歧 跟台北高建 分歧 分歧都可以 我們都盡量 留會給同學 我們都要 讓同學 兩年三年以後 跟人家不一樣 只要你努力 在高建 絕對 可以被看見 這是我們高建 不一樣的地方 而且 我們榜單師 站立三等 這兩年 就九成 不是浪格 心理 所以說 我們三等 三等 這方面 我們應該是 一同相撲 一同相撲 好不好 看同學如果是有興趣的 認為 還是有問題的 可以跟我們客服 還是 台北錦鑽 高建 下選都可以 台中也可以 台中也是很強 台中高建很強 台東也可以 台中的話 我們今年 八東都 就錦鑽有考十幾個 十四個 我們那個 剛成立每個都錦鑽 也是很強 然後我們今年 零零總總 要考了六七十個 很緊鑽 那我們就是 我們也不會像其他不習慣 全程都分布這麼多 其實我們那個 今年 那個 平均考上 男女生的8.5% 百分之八 百分之八四五 男生到百分之九十幾 女生的話大概百分之八四五 那平均百分之八四四點多 我們那個 緊鑽錄取益 八四點多 所以說我們高建的話 不管是緊鑽的 四等 或是三等 或是緊大 緊鑽 研究所 二級這些 我們都是很強 好不好 同學如果是 有需要的話 早一點 而且我們的課程是兩年 一起賣 兩年 很便宜 現在定價六萬塊 現在優惠期間好像五萬二 五萬二 五萬二 這邊兩年 兩年課程 而且還有送 送 比如說你們兩年以後 不會考 不會考 像刑法刑訴 或是不會考 我們還是有送 交通法規 有沒有 這些都有送 像你們在校期前 身份比較不一樣 我跟你講一定要 找高建 寫的時候 跟班上絕對有的不一樣 那個 引力前茅是 必然 我就是比如說 你找對補習班 比如說 我一直在找 找有緣人 對高建 三年功底有興趣 有緣人 我如果背起兩百米 我可以弄到前三米 那怎麼辦 是不是 我就是要這樣子 你只要聽我的 出門材質不會差很多 資訊是會解定 然後當然 個人的那個 那個定律 你要不要也是一個關鍵 資訊 定律 你要當官 三年以後就可以當官 你要 不平凡考上 你就要走出平凡 要犧牲假期 犧牲如熱 這是必然的 這個方式 那個 那個 你想大家不懂 好像要懂 希望說 那個能夠對自己的 那個前途 能夠做個 有計畫的攻擊 有沒有 我要怎樣 我要什麼 幾歲要完成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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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的話 那個 你的人生 就會真的跟人家不一樣 尤其 那個 那個 相較小孩子 很多都比較 但是 你只要下定決心 跟人家不 那個 有所 及格的話 我想你的成就 一定是 可以被看見了 高騰真的不一樣 選擇比魔力重要 好不好 看同學有沒有問題 要問我 我想說 我跟你講 在警 警察界 在補教 應該沒有人比我更 更有資格講話 我全家三個人 有沒有 我跟我太太跟我女 全部是警察 全家 他又從事 警察工作 然後又再補教 好不好 看有沒有問題 要問 因為我今天 我看學長姐 他們都講很久 有沒有 三等公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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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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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 三等公典 我跟你講 因為 一二年級 照你們期中考 期末考 你們 比如說你們 你們一上勤務 一下法規 警察法規 警察勤務 我跟你講 三等公典 比如是畢業以後 隔年 那個我們也有 有套餐的 那個 你買那個 三年公典 然後三等的 也有 那個會 打七折 好 你現在腳也可以 如果是 兩年以後 你畢業以後 你不想考那個 也會有跟你退款 那個 有一個 那個方案 那個 恰客服都可以 了解 一年級的時候 我跟你講 除了兼顧你學校 期中考 期末考以外 我們這個 會強化三等的基礎 雜根 考三等 從一年級開始 我會騙你了 一年 我跟你講 你如果一年級開始 二年級開始 像修品辰他們 有沒有 那個 除了 那個 學校 期中考 期末考以外 雜根 三等的根 你提前 別人念了兩年 誰會贏 誰會贏 當然是提前 念了會贏 而且念書要沈澱 不然的話 你像聖論集寫 我跟你講 景大 景大 不一定會出題三等 但是他們夜間 他們 幾乎他們夜間 除了行事級 除了校王級 事務單位 部分科系 有事務單位 夜間以外 可能的話 大部分都景大的夜間 景大夜間 景大夜間一看 我跟你講 在景磚的 在特考班 你看 不弄騙了 老師改考件 對景磚畢業 考三等 要講考三等 四等 百分之九十幾 都會上 內讀的 不用看 大家會知道 三等的 特考班的 景磚的 比如說我是景大老師 分數會高嗎 分數高的話 我景大訓練室 第一生怎麼辦 好 所以說 都沒辦法 所以要從一年級開始訓練 因為我跟你講 景大四年制 齊總稿 齊末稿 上年級 下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你看不管哪一個老師教 經過幾個老師教 他們的寫作方式 他們的寫作技巧 全部都訓練好 你們景磚的兩年 我跟你講 四任題很少教 都是自己摸手 所以說一出來 你沒辦法跟景大拼 這麼 寫成問題多做 大概就不一定 但是 真的 你們景磚以後會比較弱 但是有我們的輔導 我又跟你們講 那像秋冰神 一年級寫的生物流 就有三等的水準 就跟他們七度一樣講 那果不其然 上就上 所以說 要跟人家不一樣 那個生物體 要怎麼寫 你一年級 照我們課程 辛苦 但是我跟你講 一年級會比較辛苦 為什麼 因為你高中 念了國音書 史地 理法 然後到警察念了什麼 憲法 警察法 被警察勤務這些刑法 這些都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都要比較辛苦 剛開始我跟你講 你只要是上完一節期以後 下節期 你就會很輕鬆 活不騙你的 你就會後藍開藍 你都 任督外賣給你打工以後 你看出就很快 如果八十三年功頂的 我會另外找十年 三年功頂的同學上課 我會怎麼念書 你怎麼贏在起跑點 怎麼念書 技巧在哪 我會一併來講 我會一併來講 好不好 還有哪一個問題要問 四等的課程 因為我跟你講 四等的課程 比如像檢查法規 四等會不會考 兩年畢業會考 國考 就是任用考試 警察前務會不會考 會 憲法會不會考 會 那個警察專業英文 會不會考 會 不是高中英文 警察專業英文 你們畢業是內鬼市 考警察專業 跟四等外鬼市 考一般英文不一樣 這部分你們要搞清楚 然後這四等的 我們把它顧好 因為沒辦法 你們學校的每一課 我們都給你們上 比如像心理學 我們也有 我們這邊也有課 但是 因為沒辦法 再弄的話 太多了 你們 我們因為 也是那個 那個成本考量 所以說 有些課目 我們 那個 比如 我們以 那個兩年以後 國考 四等國考為主 然後 加上 那個三等的 像刑法刑述 交通 交通法規 那個部分 在警禁實務 那邊會有 我們就可以 跟各位同學 來 來強化 這樣 大概就 這種 意思 像其他的 像 警察學 警察學的話 因為只有行政三等會 考 其他科系也不考 你們畢業兩年畢業後 我跟你們講 很多人 不會考行政三等 會選擇其他的 這就是我們師父上的東西 老經驗 那個 我們會 三年共同學生 我們會 跟班導 我們會分配來補導 一個 老師補導幾個學生 有問題 我們再來討論 這樣部分的話 我們就是 要把你 造就成 跟人家不一樣 有言 跟高見有言 先結言 我們就是跟人家 造就不一樣 早一點 脫胎犯行 早一點當官 除了 當然 我們兩年畢業後 去認警民居也是當官 但是那是警察官 我講說 當官是行官 你們連事條例以後會教 只要四等 只要國家認定 考試通過 認官是警察官 我之前講官是行官 就是職務的 一個是官的 一個是職務 我們是警察官 官職分離 先講 以後你們上課會知道 什麼叫官職分離 好不好 還有什麼要講的沒有 做個結論 這個課程做個結論 OK 那我們就給那個班導 來處理 謝謝主任 好 那個詩琦又回來了 我利用大概短短的兩分鐘時間 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是高雄總部這邊 三連工程班的班導師 我們的課程規劃其實很簡單 就是說 剛有同學在問說 其實三連工程是在上四等班 沒錯 第一個我們的課程內容就是在上 你們僅專兩年 在學的東西 那為什麼要上這個東西 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你們的 大家應該都知道 你們兩年後的課考 他考試的內容 其實就是你們僅專 在學校學的東西 然後 但是呢 你們之後 考完試就要分發 在校成績佔了80% 然後分發佔了20% 第一個 你今天顧好在校成績的時候 我們剛剛講過 第一個 像我們這兩年有三連工頂班的學生 他們都是保有在班上可以簽三名 那當然這個第一個 有畢業的時候 有緊張資格 第二個 你再要成績好 那個80% 你就已經拿在手上了 那等到兩年後 像今年進去43期 你們是115年畢業 那一年六月 你們要參加課考 你們第一個你們成績穩當 那你們20%又可以拿到 對不對 那取得那個就是 到時候加起來 我們成績高 你就可以在那個 考完課考 像接下來 今年是8月16號要放榜 然後你們 就是9月份要分發 你們有優先選擇 分發單位的權利 像剛剛主人講的 你想回 你想要在那個 台北啊 還是要回到故鄉啊 還是想要有個良缺之類的 都有選擇的權利 然後再來一個 我們的課程輔導 就是說像上述 你們看到那個上面 這一些 第一個四等課考科目 我們全部都有 然後再來一個主任 有特別幫大家 增加一些像什麼新法 這一些你們都知道 就是不好在學校的成績 那我們除了 我們的課程是兩年 那兩年就是我們 其實從現在已經開始 在錄製上課 那除了正常的錄製上課之外 我們在一年級 專一跟專二的時候 我們的期中跟期末考 我們都還有在考試前 幫大家做輔導 就是考試的特別輔導 這樣子 然後讓你們在考試的時候 可以節省時間 簡單來講 我們的課程 對於你本來程度不錯的同學 來說 對你們來講 就是個錦上添花 那如果說你本身底子 就比較弱 那你當然藉由說 補習班可以給你的方式 就是借力實力 去讀該讀的 那對你來講就是 學中送不看 對 那這個東西 你今天因為進警專 你晚上時間 事實際上也等預教過後 然後你們衣裳慢慢習慣之後 第一個 你們晚上時間也不能出去 那你是不是可以多一點時間 好 利用這兩年的時間 好好去把你的課業準備好 那因為你大家都知道警察 基層非常辛苦 那你如果真的已經決定 你想要走警察 當初要考警專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到你未來的路怎麼去規劃 即使說有些同學跟我說 我並沒有想要考三等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說 有時候你就是沒有辦法想像你未來 可能要忽然想要做什麼生活 搞不好你就是忽然人生有一些規劃 就是說因為怎麼樣 然後你先把你這些條件弄好 然後又擁有那個大學空大學歷的時候 你今天想要去做升官 然後做什麼 甚至你想要去選擇好一點單位 對你都是一個很好的幫助 那高見的三年公寧課程 其實規劃就是第一個 進去的時候讓你同時 第一個 我們同時選修空大的學歷 然後加上警專 然後我們的課程就是在輔助你 讓你借力實力 讓你在警專生活過得更輕鬆 然後可以更好的去準備 那晚上時間也不能出去啊 你就好好讀書 因為讀書要一鼓作氣 為什麼要一鼓作氣 你要利用在警專這兩年 好好讀書 然後規劃你的未來 那你看喔 你的人生生涯現在才剛要開始 那你因為自己自己的一個動念 一個念頭 然後今天你有參加這個直播 你知道這個三年公寧的一些規劃 那你自己好好想想 今年你想要當警察 那利用這三年好好的去規劃 緊專兩年的讀書 穩紮穩打 然後畢業後課考又可以順利通過 那順利通過 你又完成空大大學的學歷 學士學位的學歷之後 你在三年後你就可以去到你的至少人生的一個巔峰 那你也會比較輕鬆有優先選擇的權利 那所以說如果還有我加上一點 就是說除了我們正式的課程之外 我們在台北的高建分部那邊 我們還有額外食堂課 食堂這個是特別幫大家準備的課程 如果大家在警專到時候課表 需要索取我們會給你們 那班內生的同學我們會傳來清楚 就是我們有食堂額外的加強課 那有平日也有假日 那同學可以利用時間到台北分部去 那再來一個 因為畢竟大家都遇教後都要到台北 警專去了 那畢竟思琦我在高雄 我雖然是能班老師我們還是關心你們 但是怕你們有即刻的問題 所以我們已經都分配好 我們台北分部的每位老師 一個老師照顧幾個學生 我們都會把你們照顧的很貼心 有任何問題都歡迎你們 可以到各分部然後我們總部 還是說我們的官網有什麼問題都歡迎提問 那也歡迎我們三年公頂有一個社群 如果想要加入我們的社群 這兩年我們都會陸續給大家一些在學校的資訊 然後大家可以去互相聊聊天有什麼問題 學長然後我們專業的大學長 我們都可以在上面跟大家回覆問題 那就是選擇比努力重要都很重要 那我們很謝謝今天就是大家能夠在線上 然後參與我們的那個 也謝謝你們就是支持我們高見 好不好 謝謝大家 好那今天晚上就到這裡 然後有什麼問題 旁邊那個客服來我們都可以回答 如果今天學長有回答到大家覺得很不清楚地方 都可以再問學長 學長都可以在客服裡面回答大家 那大家也早點休息 那之後有關三年公頂的都可以來問我們的客服 那之後如果台北的朋友 或者之後讀錦磚之後要問問題 也可以到我們的台北高見 離錦磚很近都可以隨時回答大家問題 好不好 那大家就是謝謝今天大家的陪伴 拜拜 有什麼問題我們的還會繼續服務大家 晚安 沈馬 我們 Danke